当我们观察到身边的长者 有认知障碍症的征兆 就应该尽早安排他们接受评估 除了可以去看医生 现时部分长者中心 或者社会服务团体 都有替怀疑记忆有问题的长者 做相关的测试 例如简单智能测验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以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香港版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Hong Kong Version 评估后有需要的长者 就会转介给医生 医生除了会与他们做检查 也会询问家人他们日常的情况 所以我们建议熟悉长者的家人 要一起来见医生 然后医生就会安排长者 做基本的抽血和脑部影像检查 例如电脑掃描或者磁力共振 有需要的时候 也会做更正确的正电子同位素掃描 由于现时仍然没有根治 认知障碍症的药物和方法 所以预防是十分重要 要预防认知障碍症 就要保持血管健康 控制三高 包括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多点做运动 多点用脑 保持心境健康 不要滥用酒精 避免长期服用安眠药 和镇定剂 这些会影响纪力的药物